歡迎回來我們旗子燒我呈獻我的香港我的承傳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來泰萊車行和我們平山跑車餐廳的創辦人Alan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剛剛就說到其實Alan小時候喜歡車 喜歡到很大膽地14歲的時候已經是拿了爸爸的車士 趁他不小心的時候靜靜地開這個大膽車 但結果車子炒到散了 還自己住了一個月醫院 其實你是否駕駛得很快還是撞了什麼 駕駛得很快不但我想起 我在停車場已經撞來撞去撞到散了 已經照出去 我剛才跟我太太說 其實正常你在停車場撞了幾個撞 你應該害怕的 應該不玩的 就是真的很大膽 很大膽 真的照出去 我去到河民田 正常地安全地去到河民田 然後好像喝東西吃東西 很遠 14歲真的很大膽 很大膽 還要很快 還要每個彎都響了胎 以為打機 超級差 我想問一下那個年代是不是棍波 棍波 你可以偷看爸爸 然後認識自己拿棍波 很厲害 有些天分 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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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趕時說大家請勿模仿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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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都負上了一個沉重的代價 對 臉部有根足一輩子 還有當時的手 斷了 斷了 這裡也斷了 有疤子 我知道Alan其實斷斷續續 都遇上一些交通的小意外等等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我自己都試過的 可能是輕輕撞過一下 駕車一定會有偶然發生 為自己辯會一下 不關我事的 但是你之後會怯的 你之後那一期會害怕 你會不會有這件事 我那時候太小了 之後沒有 然後我16歲考了車牌 在紐西蘭已經考到車牌 16歲 然後又駕車 然後在香港 因為我在外國考了車牌 我在香港在18歲生日 那一天早上9點 排隊去運輸署 去給香港牌 所以我18歲 下午已經在香港 合法地開車 真的很厲害 所以對你來說 不可以留下任何陰影 不會 都真的沒什麼 一個經驗 我知道其實四條胎很重要 還不太高速入彎 但我入彎前要收油 入彎前要收油 入彎前要收油 在彎前要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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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加少少少 車手啊 女車手啊 對 懂的 其實我明白的 其實我明白的 駕車的快感和享受 還有那種自主獨立性 其實是很開心的 特別是你看到你中程的車 你坐上去 或者你坐了你朋友 這個車很有型 你自然就會很好奇 有那種快感 所以我是很明白的 可以操控一件機器 很有滿足感 其實你本身很喜歡車 初初投身社會 就放棄了這件事 因為現實是讀酒店 做酒店 繼而你可以做回自己 喜歡這個行業 再這樣擴充 好像有餐廳 聚了一班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 都是很幸運的一個 當然啦 天時地利人和 幸運在我們餐廳 對面就是一個很有文物古蹟的地方 在元朗 在元朗 那裡叫近廷書室 還有一個青樹軒 平山文物經 那裡有一百五十年歷史 是我們祖先為由下來的建築物 跟我們的餐廳很大的對比 我經常跟人說 我們在餐廳吃東西 順便可以看這些風景 可以看這些車 你其實很會銷售東西 很厲害 現在根本是很開心 真的 很快是副村長 是啊 不是的 真的可以去逛逛 尤其是秋高氣爽的時候 很棒 那些學校帶小學生來 很多都會來參觀 不用啊 你想報 平山文物經 你想報啊 法哥也在那裡經常見到 哈哈哈哈 法哥也很喜歡來平山 因為我們有很多出名的食肆 法哥也很支持 說實話我昨天發夢見到法哥 是嗎 是啊 我見到法哥和法哥一起吃飯 是不是在你的cafe裡吃飯 不是啊 還在我家裡 很熟悉啊 看來 那個夢很開心 對 那個夢很開心 會不會就是你性格 有些優點 或者堅持自己的夢想 可以令你今天走到這一步呢 你覺得 我覺得運氣都很重要 很幸運 我小時候真的沒有想過 將來有機會 開超跑 完全不會想 很多事情都很順其自然 可以去的 很多事情我從來沒有設定任何事情 但順其自然 我覺得機會來到 你又會懂得把握去把握 這樣也很重要 可以這樣說 我做事就會很勤力 很努力 還有不會計較 你初初做事一定要這樣 有這樣的心態 有這樣的精神 但其實現在 你把你的車行發展到隔壁 開一間屬於汽車主題的餐廳 有沒有想過下一步 再怎樣建立你的汽車王國呢 有的 我剛剛開多了一份生意 叫做泰萊汽車美容 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個地方 專門幫人打納和導磨 開了兩三個月 也有很多朋友支持 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車友 又多一件事可以幫他們服務 其實現在是一條龍服務 但其實怎樣選擇在這個疫情之下 去開檔 開業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對於汽車美容都挺講究 也是 汽車美容是很講究 像我們這麼喜歡車的人 你見到那裡有少少跡 已經馬上去幫他抹一抹 而且看不習慣 如果他很骯髒 現在的人要求很高 還有導磨近幾年都很流行 是的 很盛行 因為懶惰了 不想抹車 是的 就可以嘗試做多一番 我們有配套 所以其實是不是反應都挺好 即使是現在的環境 是的 也是的 都可以 多得大家支持 其實很厲害 你聽Ellen一直以來 但你有沒有遇上過什麼低潮 總有的 會不會想放棄一些難關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做生意做了這麼久 一定有高有低 低潮的那些 例如遇到騙子 做生意一定會有 近期的 之前都有 近期也有 其實我覺得 每一件事 你都會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做人 每一堂都不會是八個 是的 你每一個失敗的過程 你會在那裡學到一些東西 你的人就會長大一點 你開始慢慢慢慢長大 就成就了 就是今天我 再不停不停 每一天都要進步 永遠學習 這個會不會是 其實你都要記憶一下 現在的時限年輕人 假如有些年輕人 可能很多 一定會有很多 特別是男生 可能小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車 我都很想像你這樣 把我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每天都對著他 變成我的事業 你會怎樣記憶他們 其實你要首先 要有這樣的機會 機會來到的時候 要懂得捉緊 對 裝備好自己 機會來到 懂得捉緊 即是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當時你已經是 除了本身對車的熱誠之外 你出來工作十年 可能你又會懂得怎樣去做好這個準備 來到的時候 可能都有心思熟慮過 有那個信心 去繼而在自己最喜歡的東西上面 創下一番事業 是的 好啊 多謝Alan 下次要約Daniel一起去 你那裡駕駛靚車 我也有夢想超跑 對 我也有夢想 其實我已經買了 用一千幾百元買回來 對 我也想到 供奉一下 我就買不到這些 我也希望 我希望我夢想的日 都好像Alan那樣買到超跑 你也可以的 近期人氣 有很多作品 你買得起的 謝謝Alan 謝謝Alan 謝謝